這套又很奇怪,是閨雜報,不懂回家的 閨雜報活動紀錄,是一個高中的日常番 當然,Square Enix的作品,這位監督阿佐藤光 相對來說,他又好像是初監督 很害怕,行不行 如果大家喜歡看日常番,其實今季選擇都多 我覺得這套是其中一套選擇之中 但你說我建不建議,就覺得很感覺一般 先講講故事,大家對閨雜報的想法是怎樣 閨雜報,即是回家 甚麼是回家的報 其實說真的,閨雜報是甚麼呢 如果說閨雜報,即是高中生不參加課學活動 放學就回家那些人 我是這些人 我也是 當然,但很搞笑,如果大家有看 整個閨雜報的報員,很多都是以和菓子的名字來做的 大家有看的 即是可以的 即是說真的,大家看看故事就知道了 主角安藤夏熙,如果沒有記錯,安藤夏熙有一個很長的外眸 平時的外眸低一點,他的外眸是可以痛死人 即是高度 即是他很高的外眸,其實也挺有 即是他同學,就是阿花來,是一連級的 起初夏熙不想參加任何審議 即是想回家 然後阿花來說,你是不是想去閨雜報 然後他說,是的,我也想去閨雜報 原來這個學校是有一個閨雜報的 為甚麼會這樣,我不明白 是不明白,我們都不明白 結果去到閨雜報之後,部長叫杜明智英 杜明智英說他一早就坐在那裡 然後另外就有兩個人 一個叫阿卯丹 阿卯丹是一個武林高手 另一個九重Claire Claire那個就是一個大小姐 有錢大小姐 一進去,夏熙就說,我已經想回家 這個團好無聊 然後杜明智立刻賺他 嘩,又很有歸宅精神 我覺得這套會比SERVER還是SERVER 我覺得這套會比SERVER還好笑 大家先聽一下 因為其實他很散 其實沒有一個主線 一直以來都是拿幾個主角的特點來玩一些 所有的類似都是這樣 但玩起來就不要太散 因為其實看過頭兩集已經很散 何惠嬸 即是他可以一頭,譬如一頭一頭 他有四個故事 四個故事是完全不同的 一靠一隻海豹來過場 海豹? 是啊 過場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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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海豹的意義其實不大 四個故事是完全不同的 但都是在說那部的人 大部份 對,都是在說那部 其實除了校警之外 其實都有一些街景 校園的景色 除了一些商店街景色 其實說的推進是極度少的 而玩的Gag 應該不會有推進的 其實這樣也有一點 我講一個其中一個故事 即是他們講 即是無口的三年同學不會有推進的 那倒是 但你會預料他 如果無口的三年同學是三分鐘而已 這裏是正常二十幾分鐘的事情 那倒是難頂一點 即是他那種難頂是怎樣 當然他有說之前拿德川家康的文字來玩 我很喜歡找德川家康的 我也不太明白 但是你說這些文章我都算 但是你說 大家就說如何提升女子的力 女子的嗎 女子力 如何令到男子會吸引男子 即是魅力 大家在後部就說 試玩一個叫做什麼 模擬的男女派對 四乘四的那種 那種 那種 然後就說 哇 那個女子力 魅力很上升 然後說花梨魅力很上升 他說他是一個天然外角色 然後大家就量化 那種 就像龍珠一樣 整部機在頭上 然後就說 你的力量很上升 然後中間就靠 好處很低 然後整天就靠這個主角下晴 去做套祖位 而是套祖得很煩 如果沒有記錯,就算是哥哥,也沒所謂的 你不用說了一套的名字,就算是黑貓的配音 如果聽到那把聲音都頗煩 我感覺上,整套的名字其實沒什麼 感覺上怎樣呢?我覺得無聊 我覺得很好的話就笑不了 同志們辛苦了 沒辦法,如果不是很需要用腦 勉強你不介意 今季太多東西看,你看不到 所以我會建議,如果看這些類似日常版四格版 還有很多,例如特例措施C3 我們會說,戀愛實驗室,我這套一定會推薦 即使推薦黃金拼圖,都可能會比這套更好 這套都下限 這套比較壞,還是服務? 這套一定比較壞 這套沒有劇情 一來到就是那五個洞 其實你都不預期那五個之外還有什麼人在外面 沒有的 兩集都是那幾個自己說來說去 所以不要要求太多了 我覺得 今天先到這裏 我們之後再講完其他的新版 好,拜拜 拜拜